一名傷患被緊急抬上救護車 救護人員急忙確認傷患意識 因為剛剛她才從四層樓高的建築衰落在地 衰落事件就發生在新竹竹北國小 一名女主任墜樓後 校方先讓學校護理師查看女主任傷事 緊急叫了救護車將她送往東原醫院 事情就發生在22號早上7點15分 一名蔡信總務主任因為畢業典禮快要到了 到校內活動中心頂樓 想要更換天花板 不慎踩到脆弱處 當場從四層樓高的活動中心摔墜地面 但是因為傷勢嚴重 蔡信女主任在送醫後急救狼手時 在9點多人宣告不至 那我們接到一處非常的難過 那我們也在第一時間 請縣長秘書長到醫院會問家屬 那我們後續我們會在權力來協助 這個主任的後續的善後事 也會協助她申請相關憲民保險補絮金等 不幸意外新竹縣奏育處深感遺憾 在畢業典禮前蒙上一層陰影 學校也針對權秀師生 啟動嗅源福島關懷機制 記者何孟臣李秀儀新竹報道